《红楼梦》当中的12曲分别对应哪时而拆 来店里吃面先答《红楼梦》题 全部答对免费吃牛肉面 近日 浙江大学育泉校区附近的一家独特面店 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 12月11号 记者来到该店 看到不足20平米的店内充满了《红楼梦》元素 墙壁上贴了二三十页打印的A4纸 有《红楼梦》《人民的奥秘》 有87版《红楼梦》电视剧《剧照》等 店主周坤告诉记者 他是一名文学迷 尤其爱好《红楼梦》 原来是浙大的文学硕士 毕业后先后在杭州两家出版社工作 2011年内退了就开了这家面馆 并把《红楼梦》的文化搬到了店里 因为我就喜欢《红楼梦》 店开了又叫流浪了 我们就把《红楼梦》文化搞起来 我就在店里贴了一些《红楼梦》的剧照 又做了一些 以前做了一些谜语 刚好《红楼梦》里有十二精彩十二曲 我们就是就用这个把它这个内容取出来 看看能不能顾客能不能根据他的十二曲 猜出十二个 他描写的十二个人物 周坤告诉记者 他现在仍保留着1987年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 虽然书已经被翻得破烂不堪 但是他仍旧把书带在身边 不时翻阅 他说在《红楼梦》当中最欣赏的人物就是刘姥姥 如果没有刘姥姥这个形象 好像都是一群公子啊 小姐啊 整天是喝酒啊 凝湿啊这些 但刘姥姥她是来自乡村的 那么她就是把大家带入这种大众的世俗的生活 她就是说一个非常有民间知识 所以又非常的懂得感恩 懂得回报的一个底层的老妇人的形象 周坤说《红楼梦》就好比一本百科全书 里面有着各种文化知识 在当中她也感悟到了一个人身哲力 有这个建筑的 有诗诗写作的 有中药的 各种各样的文化 那么我看《红楼梦》呢 我也觉得一点 她在第二回里面有两句话 就是身后有余望缩手 眼前无路想回头 就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去拼去博 但是如果等到有一定的积累以后 就是说见好就收 那么就要去来帮助大家 为大家服务 感谢观看